最近又有一当新综艺,妻子的浪漫旅行,大高有看烟,一共有次对夫妻,张杰谢娜,英才儿陈小春,影儿傅新伯,以及今天要说的程丽莎和郭小冬。 可能经常陪妈妈看电视剧的大大对郭小冬还比较眼熟,她就是新结婚时代的男主和建国。 当婆婆遇上妈的男主林亦凡,和她的老婆程丽莎,想必大多数人应该比较陌生,她其实也是一名演员。 结婚后,一心扑在家庭上,戏就少了下来,近几年只是偶尔演演话剧。 结婚11年也算得上是老夫老妻了,但没想到节目中,呈现的他们在日常生活的相处模式,还是挺,出人意料的。 节目开始,节目组安排了一个考验夫妻默契度的小环节,让佛告诉妻子老地方见,然后看双方能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会合。 于是,自信的认为和老婆有百分之七八十,和默契度的郭小冬约程丽莎在老地方见,他认为提起老地方,他们肯定都会想到是家里,因为对于他们来说,家是在心里最深的地方。 可程丽莎的回答却是实力拆台,那是哪儿啊,我们没有老地方亲爱的,你没有跟我约过会,我跟你没有默契,亲爱的,我们俩想的都不在一起。 郭小冬尴尬又无奈,但还是依旧自信的都买完菜回家做饭,相信老婆一定能领会到他们的老地方的。 可这边可把程丽莎难为坏了,先是在北京圆域绕了一大圈,又去了和老公以前去的一家餐馆,但等了三小时都没有等来老公,心情也从期待变成沮丧,没办法只能委屈巴巴的独自吃了点。 冲着镜头抱怨道,这跟我平时一个人吃饭有什么区别? 最后无奈回到家,看到老公居然在家,一下子觉得更加委屈,想要求安慰。 但显然郭小冬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,本以为送花加上一桌好菜,肯定会让老婆无比感动。 但一张口只能属性就暴露无疑,你不觉得香水喷多了有点心的慌? 来来,坐下坐下,给你点惊喜。 程丽莎自然没有消气消气,把花抱下就开始抱怨开,我一直一个人在外头吃饭,在等你。 郭小冬回答,说老地方,都哪儿知道你去哪里啊。 程丽莎实在忍不下去,撒娇道,你抱我一下不行啊,你安慰我一下不行啊。 郭小冬继续不解风情,只想让老婆赶快坐下吃饭,这给程丽莎急的,急死我了你。 抱着我,还是没有抱,还慌忙拿出了孩子当当剑牌,虽然迫于无奈最后还是抱了, 但程丽莎的情绪,还是没有被安抚。 然后继续扫娇挑刺,程丽莎,抱我一下怎么了? 郭小冬,这不是抱了,程丽莎,你安抚一下我的情绪。 郭小冬,你不觉得你看完之后,应该特别高兴? 你还缓什么? 这就应该缓过来了。 郭小冬,你刚刚去哪儿等了? 程丽莎,你在戏里演戏的时候是这么心不在焉的说吗? 你对别人说,台词,的时候也是有点感情的吧? 于是,郭小冬就重新深情的又问了一遍,你在哪里等的? 看得出是一个求生欲很强的,钢铁直男了。 后来,程丽莎在机场等着给老公接机,期待着和老公见面来个拥抱。 结果郭小冬插着兜,冲着程丽莎撇撇头,是一,走吧。 然后真的就这么走了,连坐在眼布室里的钢铁都看不下去了,忍不住吐槽好之啊。 S.O.,通过这些人可以能看出什么呢? 一锅小冬确实是钢铁直男没跑了,二程丽莎也是挺爱都撒娇,的,吐槽归吐槽。 但是感觉这两个人有时候还是挺有趣的。 毕竟大多数的夫妻,即使年轻时多么浪漫,但多年之后总会慢慢去语评感,像他们这样偶尔之间吵吵架,也算是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品了。 可是,下面的这些这些事,我们外人就有点难以理解了。 比如说节目里程丽莎一直穿着长巡,原因居然是郭小冬要求老婆不能穿过戏的裙子。 郭小冬说她结婚十一年了,没带过家里钥匙,因为老婆一直在家里,根本用不着自己开门。 陈小春的表情就是我当时看电视时的表情,而且郭小冬每次坐飞机回来, 程丽莎都会亲自去机场接她。 专心家庭这么多年的程丽莎没有私自出游或你感谢,私自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,但确实郭小冬的心里就是这么说的。 也就是,这次旅行是程丽莎婚后十一年来的第一次独自出来玩,英采儿听到之后一脸震惊。 这也是我听到这当下的表情。 而郭小冬对此居然用很满意来形容,老婆十一年来没有自己出来玩过。 这其中高兴的点到底在哪? 程丽莎还自到为了生第二摊打了一百多针,导致内分泌失调。 两年来的状态一直特别糟糕,很抑郁。 观众们听到这些都很惊讶,裙子不够新,老婆毛鸡鸡,得运一百针。 郭小冬正,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直男挨家凤凰男家大男子主义,但程丽莎发文恢复,这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。 我不谈女权,也不做女奴,但在我和她的爱情里,我是那个愿意在家等她,愿意为她独生一个孩子打邀零零针的女人。 想起了曾经她在节目里也说过,如何抱住男人的心,就是把她宠坏,让她失去自理能力。 好像这么多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,家里的活,程丽莎根本不让郭小冬动手,只要老公有需要便会第一时间满足。 她认为,这就是她存在的价值。 说起她们的相识,是在2002年因为一同出演电影《北国吹香》时,可并非像偶像剧那般一见钟情。 甚至郭小冬当时看程丽莎还很不顺眼,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分学书。 郭小冬从小生长,在山东的一个拼平农村,家里世代都是种地的农民,而程丽莎则无同,家境优越,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公务员。 也许两个人正是因为互补,才慢慢互相吸引,但也注定会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。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,最长时间分了有两年。 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,两个人结束了五年的爱情长逃,步入了婚礼。 婚礼选择在郭小冬的老家举办,来自大城市的程丽莎,欣然接受了这个接地气婚礼。 婚礼简陋一些对于很多娇生惯养的女孩已经是委屈了。 但是在郭小冬的老家,有着更多不合理喻的封闭保守思想。 过年吃饭,女人不能上桌,和老公同桌吃饭还需要特批。 面对这样的操作,程丽莎都默默尊重了,甚至还有点感动。 但很多网友们看的那叫一个气啊,但人家一个月打,一个月爱,旁人看着捉急生气,可人家夫妻两个却胜了在自中,婚姻大概就是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 每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吧,突然不替朱玉成担心了。 你看郭小冬都找到这么合适的老婆,朱玉成的妈妈也肯定会找到符合心意的儿媳的。 这样的爱情你可以理解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